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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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多裡面喔 空中 好 先延長 來 好 快陰 المق禁止 所以 皮卡丘 他一直掉馬了 全家都掉馬了 你看 皮卡丘 現在我們全家都你的小孩喔 自己顧喔 你不能這樣一走了之喔 你要留下來顧喔 當個負責任的媽媽 超爽 很多人問說為什麼他叫皮卡丘 他尾巴收進去 因為他的麒麟尾是這樣子 真的是閃電 這是跟皮卡丘是一樣的 那 我們目前正在測試他的 我知道 小雞現在有媽媽在 就完全不怕 我們現在呢 就是 讓皮卡丘在我們家試試看 當然我們非常非常希望 他可以留下來 多養一隻貓對我們來講其實無所謂 但是如果他 確實 他真的不喜歡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最後還是會忍痛 讓他回歸到他原本的生活 但當然啦 還是帶一點私心是 想要把他留下來啦 所以呢我們會盡量的說服他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呢 如果說真的要養的話 就是 很多人會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他要叫什麼名字 靈騷什麼 沒有 他就是叫皮卡丘 這是對他的一個尊敬 因為其他的那些小朋友啊 這些屁孩啊 有沒有 然後小兒在這裡 這些屁孩呢 他們可以取靈騷雞 靈騷鵝 靈騷鵝 但是 皮卡丘呢 他就是 皮卡丘 尊重 尊重 預警花費 花費呢 預警花費呢 花費娘娘呢 你拿這個好 好 哈哈哈哈哈 撈開 哇 都來了 哈哈 吃飯喔 我們經過了清理跟消毒 最後呢 把那個阿娥的 之前的貓沙盆也搬上來 因為我們發現喔 皮卡丘呢 他會送兇小雞 他在這邊顧著 他在二樓顧著呢 小雞不敢到一樓廁所 我很怕明天早上這邊又是泼沫山水 今天晚上我們臨時決定了 讓皮卡丘 因為皮卡丘是成貓 就讓他在陽台活動 所以我們準備了一個大的便盆給他 那小雞呢 繼續在他的籠子裡面 這樣子 他們比較不會有衝突 因為很多人會說 皮卡丘可能 小雞不是他生的嗎 我跟你講動物跟我們人類其實不大一樣 他們生完以後氣味變了 包括呢 小雞已經結紮了 氣味變了 我管你是誰 他們根本認不出誰是誰 所以呢 不要放太多的情感在於說 他們是母子之間這一件事情上 OK 就是呢 他以現實面來講 皮卡丘就是會凶他 他一直噴他瓦斯 然後 雖然小雞呢 是很喜歡皮卡丘 但是皮卡丘呢 就是 已經 不認識他了 就是味道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所以也不要去怪他 所以我們後來 決定 就是 分開住 分防睡 我跟王思文一樣 我們就分防睡 所以 就變成 等一下我們會把皮卡丘 爆出來 先讓牠知道那邊有個貓砂盆 然後我們會把牠的床呢 也搬來外面 喔對 就是 放在一個好的位置 然後 這一邊呢 因為我們這邊有暖氣 脆 因為外面在下雨 現在有點冷 所以就變成說 把皮卡丘爆出來 然後 皮卡丘在陽台 因為牠是成貓了 所以我們比較放心 那 小雞呢 還是一隻 幼貓 呵呵 牠需要籠子的 的照顧 大概是這樣 這是我們今天晚上臨時的決定了 林太太正在外面 叫皮卡丘 怎麼使用 那個彈跳式的 跳躍式的那個貓砂盆 它跟這種不一樣 我們那個貓砂盆是要跳上去的 這個是從側面就可以進去 但是阿鴨 聽到啊 聽到我的手啦 現在跑出來抽熱鬧 然後呢 小鵝在哪 我跟你講 小鵝躲得很好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看到他的貓鵝躲 躲在我們的 那個 蒸汽爐後面 啊 越來越熱鬧啦 OK 現在是深夜的三點 然後做一個影像的記錄 就是呢 呃 我們家臨時多了 除了阿鴨以外 又多了小鵝 跟小雞 現在又有皮卡丘 那當然很多網友敲碗 也不要說敲碗啦 就是我們自己的內心來講 我們其實是很想很想要養皮卡丘的 所以變成我們今天 因為外面在下雨 所以我們決定呢 就是 原本我們之前的說法是說 讓它原地也放 那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外面在下雨 天氣又那麼冷 我們也不忍心 所以 就讓它跟小雞 住在同一個籠子裡 那後來發現呢 嗯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皮卡丘他已經不認識小雞 氣味可能變了 或者是兩個都結紮了 反正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不用套用太多的情感 我們人類自以為的情感 在 在 這些動物上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 就是 洗完了那個阿兒生前的那個 毛沙盆 我全部高溫洗完 泡泡洗完 還特別殺菌消毒 因為阿兒之前有白血病嘛 想說呢 全部都清理完了 就是讓皮卡丘住在陽台 就是讓皮卡丘住在陽台 然後呢 小雞就是在他的籠子裡面 這樣子 啊 錄 特別錄這一段是覺得說 最近真的還滿忙的 就是生活很充實 就是生活突然間莫名其妙 不是說養一隻狗 養一隻貓跟養一個小孩 現在突然間多了一二三 就是變了多了三隻貓 變四隻貓了 真的很慶幸我們現在是有時間 因為我們現在住在獄警 住在自己的家裡面 然後呢 很慶幸我們自己 算是還有一點點財務自由 所以我們可以有這樣子的能力去負擔這一些 我當然希望就是他們都可以在我們家裡面過得很好 就是跟我們一起一起成長 一起變老 我們一起享受我們一起的每一個階段 但是呢 皮卡丘的部分呢 我們現在就是把它放出來 然後讓他 因為他是陳貓 讓他習慣在陽台上走來走去 那這幾天我們就觀察看看 如果他真的受不了 他真的沒有辦法 接受在這一種人類的 眷養的環境裡面的話呢 我們還是會原地也放他 但是我跟林太太最好心裡面 還是希望他可以留下來 這個是我們真的是大蟲內心裡面 最想說的一件事情 那今天呢 就記錄到這一邊 就是也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們這一路呢 就是從第一隻貓開始收養 從林燒亞開始 然後到小兒 到小雞 到現在的皮卡丘呢 這一路走來呢 其實我一直都在不斷的做一些紀錄 除了跟你們分享以外 對我來講呢 也是一種 我可能日後回頭 可能以後說不定過了兩年三年 他們都是我們的家人 然後我們一起成長 再回頭來看這一些影片 對我來講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好啦 那就今天這一集就錄到這邊了 感謝你們的收看 掰掰